爹爹,你不記得有飛機嗎? 還沒啊? 你不記得有飛機嗎? 是啊 你不記得有飛機嗎? 我們應該早上才放 放飛機就... 在那裏啊 怎樣找呢? 怎樣撿呢? 在那裏啊 這是白雲山來的 怎樣撿呢? 爹爹好山 很美味 現在是早上的7點 帶了工具 帶了幫兇 不是,帶了幫手過來 看看可不可以撿回一部飛機 對 這個江頭神丹呢 就是幫手之一 還有一個... 燈山主力走向前面 看見了 不過繩子不夠床行 還欠兩三米 要移一移位 從這邊移到過來這邊 那應該就... 應該就... 應該就... 差兩米左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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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搞定... 爸爸呢 就上山喝茶了 天天如是 那rr... 那我們回去 氣味 給人家吧 終於搞定了,終於找回了 我昨晚回來跟他們說,我爸爸一聲彈了起來 非常之興奮,因為他平時愛好不多 最喜歡行山,登山,爬山這些 越危險越斜的那些,越古靈精怪的衣服 他是最喜歡的 盤山這些區,基本上全部都走過 梁亭下面,笨豬心下面,幾斜的那些 他都全部走過 但平時走的山,對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走一下,強身健體 這次找飛機,對他來說,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所以,無論我們怎樣說,我們要下,我要下 我想帶個相機來拍攝 他就說,這麽危險的地方 讓我來,你不行的啦 你不行的啦 平時這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 不行的啦,讓我下 都不讓我下 我相信,他都很享受這個過程 找回無飛機都很享受 省了七八千元 找回就好 很多朋友經常會說,或經常會問 這裏給放無人機的嗎?那裏給放無人機的嗎? 那裏給放無人機的嗎?那裏給放無人機的嗎? 那裏給放無人機的嗎?那裏給放無人機的嗎? 他真的給不給放呢?我真的不清楚 但是呢,我覺得很多時候問這些問題的朋友 或者提出這些問題 或者說這裏不給放,那裏不給放的朋友 他自己本身是沒有無人機的 所以他才會提出這些問題 真的不給放的地區,例如機場 或者那些什麽地方 在大疆軟件上面 已經是標記了 你在那裏不給放的地方 或者是限過的地方 第一,你可能起不了飛 在機場上,你連起飛都起不了 而某些地方限居的時候 你到那個位置 你就不能再飛上去 那裏主要我們說的 什麼滑壺,白人山,可以不可以飛 你怎樣按摩呢? 飛得起來 怎樣飛呢?都沒有問題 所以就... 什麽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領導說不給你 我覺得如果真是一些很嚴格的地區 真的會影響到生活 或者可能會引發一些事故的地方 大疆呢 其實在這方面都比較完善的 你不可以 他系統上就禁止你飛 所以我覺得 大膽一點 領導說不可以 是他,他領導而已 他不是你領導 你不用理他 真的不可以 大疆就不會讓你飛 那... 就這樣吧 周浩基 剛才幫他清潔完 買一買的身體乾淨了 那...就... 今天休息一日 因為太早起床了 因為早點上白人山 才沒有那麼多人 才不會被你吊索下去 讓保安見到 OK 明天見 拜拜